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因为牙齿毁一生的故事,这个小时候惊艳时光的童星如今谈到让我好心痛,一口整齐漂亮又白净的牙齿对于女明星的颜值有多大提升,相信不用我多说了,靠整牙走上人生巅峰的女明星真不在少数,P.F.整牙只是肉眼看起来最明显的变化,并不是说整牙是女明星颜值提升的唯一手段,你们都懂的,比如高圆圆,高圆圆本身底子就非常好了, 但能美到常年在虎扑直男心中称王称霸,后天的努力也是少不了的,高圆圆在05年曾经戴了一阵做牙套,根据她自己的说法,她有一颗牙长歪了,所以她很早就有了整牙的想法,想把这颗影响整体美感的牙齿给矫正了,其实就算不整牙,高圆圆的牙齿也没啥大毛病,只是某些角度下细看会略有瑕疵,整牙之后,高圆圆原本略长的等眉牙便洗整了,笑容比清水广告那样的, 会更泰烂了,各种伪接拍都是笑颜暴击,小S也是从牙套里走出来的成功女性,少女偶像时期的小S不张嘴活脱脱一个小美人,但一张嘴就暴露了,小S的牙齿硬伤很明显,牙齿碎而乱,牙扑血牙更大,随着年龄增长,小S的牙齿问题越来越严重,发一张S姐妹的黑历史照片,大家忽略着雷人的妆容和粉底颜色, 看看小S的包牙,所以说,整牙应该是小S一生中最正确的决定之医疗,作为娱乐圈整牙最高调的女明星,小S不但通过整牙颜值飞升,还出版了牙套日记,变美正前两不误,这牙整得太直了,最后来个大的,AB,AB说了自己只整了牙,其他全是纯天然的,大家感受一下整牙期,AB的动态,从扎下牙套之后效果看, 这个牙衣可能是化驼附体了吧,神一般的颜值逆袭,不仅女明星,男明星整牙的也不少,Nili男神胡哥也曾经是个牙套弟,虽然整牙弦也挺帅,但一口好牙确实加分了吧,运动员里最出名的例子得是孙杨了,整牙给他带来的颜值提升也是超级明显的,不管怎么讲,除去其他美容因素,整牙在明星们的变美之路上,确实作用无比大,但,我的但是来了,朋友们, 不是每个人整牙后都会变得更漂亮的,青女郎灵影,原来的牙虽然不争气但元气满满,很有少女感,整牙后仿佛老了十岁,眼颊凹陷,整个脸看起来都僵了,杨幂也是同样的问题,虽然她之前的脸比较方,牙也不够齐整,但剩在整体自然协调,气质灵动,杨幂是从星红楼梦开始容貌大变,脸颊凹陷的,据杨幂说,这是她拔了四颗牙的结果,虽然脸如愿以偿的小了, 改了,但杨幂的颜值却从此之后走上了不稳定的不归路,一会好一会崩,以上这些明星的例子充分的说明了一件事,整牙和整容一样,并不适合每个人啊,有人靠她颜值飞升,也有人整牙后得不成诗,今天说的这个童星出身的女演员, 也是越整牙越崩塌的典型,她叫大后寿寿花,日本童星,1993年出生,今年已经24岁了,7岁出道的大后寿寿花不但颜值高,而且演戏很有灵气,是日本91代很出挑的童星之一, 2005年寿寿花在电影《北之灵》年里扮演时员李美帝同年,不逊色于重大牌的演技,得到了日本国际人星渡边天的欣赏,之后更大力举荐她演出了斯皮尔伯格制片的好莱坞电影《一记回忆录》,《一记回忆录》这部讲述日本一记故事的好莱坞电影,对我国来说应该非常熟悉, 因为这部电影里的三位女主角,全是中国女星,拱立养子琼张子怡,在电影里一个再一个的美,在三个艳光四射的女明星的包围下,12岁的寿寿花居然成功的脱颖而出,成为了惊艳了无数观众的神言罗莉,小姑娘小时候真的太好看了,小鹿般的下垂眼美哭,电影里寿寿花演的是张子怡的童年,自小就因出众的美貌遭到拱立的敌视,被歧视为敬敌各种被陷害,这人值, 说福利是够的,虽然才12岁,但在电影里的表现,真的当得起一句不输拱立张子怡啊,电影上映后,寿寿花的表演得到了专业人士和观众的一致好评,小姑娘也雄心壮志的是拱立为偶像,想继续走演员之路,甚至迈向国际,但理想总是敌不过现实,小姑娘不但没能如成功转型成人演员,反而在颜值崩塌的路上一去不复返了,刚拍完一记回忆录那会,寿寿花的脸 还是很好看的,眼睛大大的,娇俏的像个小公主,2007年,14岁的寿寿花搭档松山健一演出日剧《七彩英和若波》,在剧中的颜值还是成稳步上升趋势的,真的有一丢丢像她偶像呢,15岁的脸也不错,虽然能看得出来她的牙齿确实有点硬伤,但整体还是青春好看的,但进入青春期后,爱美的小姑娘选择了整牙, 想矫正自己略微有点包的牙齿,没想到,一整牙成千古恨了,颜值崩的飞流直下3000尺,整牙之后的寿寿花,满脸的胶原蛋白没了,整个脸颊像是用力过猛般的塌陷,2009年,16岁的寿寿花戴上牙套后,脸仿佛突然就大了一倍,只有眼睛还能依稀看到她从前的影子,2012年,寿寿花在听说同岛要退步里已经变成这样了, 最让人痛心的是,这还不是结束,2014年,21岁的寿寿花和天才童星卢田爱菜合作日剧《明天妈妈不在》,她在戏里演一个罹患红魔欲色症的老姑婆,曾经的小童星已经变成这样了,如今,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,才23岁啊,这诡异的容貌走向,觉得大后寿寿花可以摆在最让我痛心的长残童星名单前几名里,所以我一定要强调,整牙这种事, 真的不是适合每个人的,折腾牙齿之前一定要谨慎再谨慎啊,明星才了还有钱修修补补,普通人可没有这个精力才力折腾,最后再对比一下曾经的言,啊,好痛心。